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們上時間 這段影片是今班拍的第二段影片 本來有一個話題我其實不想說的 因為是涉來話場的話題 很難在這裡說得清楚 但既然有朋友想聽的話 我不妨又說說 關於什麼呢? 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上個星期我在說動態盤那段影片 提過一下在菲林時代的 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其實也不是說那一件事 但是引起很多討論 有些朋友希望我 說清楚一點 就有陽子彈飛 既然有這麼多議論就先說一下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這件事菲林時代過了很久 大家真的有這麼興趣聽 而且更加有奇怪的是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沒拍過 或者沒怎麼拍過 覺得自己好像很專門 網上很多人說 但問題是 如果你網上找到資料的話 希望你學會 其實我建議看書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關於這些資料 在書本講了更加清楚 詳細一點 例如Ansel Adams的The Negative 或者 這本是最好的書 假如你真的要了解 菲林時代的 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可能這本 Ansel Adams的經典 The Negative 有答案也不會 但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看多少書都好 你真的要了解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只要經過菲林時代才行 就算現在你開始拍菲林的話 我想你不知幾年才了解這件事 OK 但不要緊 不要浪費時間 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不是提示 我講清楚給大家知道 所謂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是一個說法 OK 不存在一件事 菲林一超過寬容度 就拍不到照 不是說這隻菲林 一過了這個曝光就不行 一少過這個曝光就不行 是不存在這件事的 假如你拍一張灰卡 OK 如果連灰卡都沒有什麼用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灰卡 那就很難解釋 總之是一張灰色的卡 假如你拍的照片 是一張沒有反差的灰卡 你的寬容度又是點指 正負三級 你再多一點 再Under一點 你一樣可以曝光的照片 有機會 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其實是不關 它一超過這個範圍 就不行 一Under這個範圍就不行 也不存在一件事 不超過這個範圍就一定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它給你參考 事實上說這件事 根本不知道 你實際影響的景物 反差是怎樣的 我也在那段影片說得很清楚 在那個年代 有一位大師叫安蘇亞當師 安蘇亞當師 當時他推出了 不是推出了 他提出了一個 zone system 在裏面 他把最光到最暗 分為0到10 即是11級 在菲林年代 這位小英大師 提出一個很少人 認真對待 或者了解的 一個 zone system 我一上一段影片也說得很清楚 最光 最暗 即是沒有意義的 光了 沒有意義的暗了 中間可能只有9級 在那個年代 你能夠重現9級 最光到最暗 今時今日的動態範圍 已經包含了大師都認為是大多數的光暗範圍 所以今時今日的重點告訴大家 今時今日這部機器有14級動態範圍 正常地拍的話 大師都會投降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 至於菲林的曝光寬容度 如果你在拍攝的景物本身都是有9級到10級的最暗 你再超過3級的話 那些光位就會爆了 如果根據 zone system的說法 你就要測光的時候 你就要把中灰位 就要將它under來拍 即是保留的光位不要爆 大概這樣 又或者照樣拍 但在顯影上減少時間 再浪一點就減少溫度 用到顯影沒那麼強勁 保留的光位 倒過來 如果在暗位大致都是差不多 大師級就在這個調動 即是曝光寬容度 其實不是菲林能夠曝光多少 而是你拍了這張negative 能不能夠在後期曝照 曝到滿意的照片 是說你曬照片的問題 OK 如果你在黑方還沒曬過照片 或者你曬得很少照片 真的很難跟你解釋 在我們那個年代 不單止我 任何我們那個年代的認真攝影的朋友 一生的黑白照片都是自己曬的 包括我在內 我只是其中一個 我在那個年代 所有朋友一拍照 我的照片全是自己曬的 到今時今日拍了很多朋友 自己曬照片 他們一定會很清楚 說到暴光寬容度 其實你一定要盡可能要暴光準確 拿一張perfect的negative 做一張perfect的negative 方便你曬照片 如果你的over了也好 你的底片會厚 你是很難搞的 under了之後 底片薄了也很難搞的 所謂暴光寬容度是一個說法 只要幻燈片 兩級曬光寬容度 浪費氣 under三分一級 最想明顯暗了 under半級 就暗到你幾乎不想要 大概這樣 under一級的話 你可以扔掉 over一級 那張幻燈片 你可以扔掉 你後期就算去jumpscan 刨也無法按 所以你真的不要相信這些所謂的 曝光寬容度 所以曝光寬容度 是說的是光暗的處理 是給了底片的後期 至於我説它是同一類的 關於什麼呢 是關於最光到最暗的處理 OK 如果 有些朋友跟我說 吳Sir你回應一下 蝦餃燒賣也是同一類 也是中式點心 怎麼會說蝦餃等於燒賣 當然我不會回應 讀Sight Call的朋友說 什麼和什麼都是MR 同一類的 我不會回應 有位好朋友叫我 不管他 說什麼 就任由他 讓子彈飛算數 認識的就自然會認識 不認識的就自然會不會認識 對 大概這樣 確實有些朋友都會覺得 你講些不講些 問心一句 8分鐘10分鐘的影片 你想我講話多 所以你繼續看 繼續看怎樣 訂我channel 訂的時候 按鈴鐺 全部畫面上高 有我facebook plan page 如果不明白的話 留言問我 我有空的話 就會文字回答你 很複雜的 像現在這樣拍片和大家說 為何會拍剛才那段影片 因為有朋友在用D8名嚇倒 這段影片 也大致上講一下 什麼是菲林的曝光寬濃度 不用理會 你不拍菲林 你來做什麼 是不是 OK 片尾例牌 賣廣告 我推薦過 二、三十本攝影書 就陸續出貨了 仍然可以接受訂單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這條link我訂 只能幫朋友推薦 蔡司鏡頭紙 亦是他答應 盡可能在四十八十十年內 出貨 便宜到一百四十元一盒 二百張 七毫一張 抹鏡頭相當值 如果要訂的話 在上那條link可以在那裡訂 說真的 問心一句 鏡頭 如果你髒了的話 一定要抹乾淨 否則拍攝就會fog OK 怎樣為之fog 我試一試你就知道 所以當你的鏡頭有手指印的話 拍攝的東西會比較萌萌 當然不會太誇張 我特意用油來抹乾淨 這樣很誇張 如果想清花怎樣 用一張蔡司鏡頭紙 就是這一張 對焦慢一點就是這一張 當你要抹乾淨的話 OK 你只是在鏡頭前面 很簡單地 就抹乾淨 你看到它 就馬上清光了 對焦慢一點 不關你鏡頭紙的事 立刻清光了 所以 七毫子就可以洗到 這支鏡頭 一箱就變得清光了 相當正 所以不要錯過這機會 200張 140元便宜到 一箱賣 如果你買單獨一盒的話 都可以170元 好嗎 要訂的在樓上的連結 到此為止 分享一下 示範了這支 蔡司鏡頭紙的威力 七毫子 買到鏡頭乾乾淨淨 OK 盡快拍一段影片 不敢講剪片 朋友說我 OK 拜拜 好